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我們來開箱 Poco雙兄弟 Poco M4 Pro跟Poco X4 Pro 我覺得這兩隻挺可以的 真的 等一下 好看之前訂閱一下廖外頻道 後置5000萬畫素加800萬畫素 Wi-Fi 5 藍牙5.1 紅外線發射器 側邊指紋辨識 臉部辨識 5000mAh的電量 33瓦快充 支援MicroSD儲存空間 最高可以擴充到512GB 5G雙卡雙待 6.67吋 AMOLED螢幕 120Hz螢幕更新率 高通S695處理器 6GB的RAID 128GB儲存空間 前鏡頭1600萬畫素 後鏡頭1億800萬畫素主鏡頭 800萬畫素超廣角跟200萬畫素 Wi-Fi 5 藍牙5.1 NFC 紅外線遙控器 側邊指紋解鎖 臉部解鎖 67W快充 還有支援MicroSD的記憶卡擴充儲存空間 先來開箱 來 你開X4 Pro X4 Pro這兩隻其實X4 Pro定位是稍微高一點 它比MCA是高一點 價格 你是8999 對 這個899 那這個是6999 而且兩款都是5G手機 其實我看了之後我覺得挺可以的 而且我們剛才在聊說 因為一般來講 比較便宜手機最常見是什麼 鏡頭它會都閹割掉 閹割掉很多 對 那沒想到這兩台 都有超廣角 不是臭數的鏡頭 然後 我跟你說我覺得超驚訝 我33瓦 67瓦 你67瓦 我這測試機是歐歸的台 沒關係 實際上會是台版的 然後你看喔 只有便宜對不對 它還附掃機殼 機器上面也有貼一個 清水透明殼 也有一個PET的保護貼 所以就是買回來 其實 大部分該有的基本都有啦 而且它也有給你貼紙 被蓋都是塑膠對不對 因為拿起來好輕喔 塑膠有反射的紋路 對 應該是上一層那個反射膜啦 對 不過老實說我自己反而比較喜歡 M4的這個霧面的質感 它這是亮亮的 但是就是 可能不同風格 但是鏡頭的主部分 我覺得 X4是比較好看 像這種大型的裝飾背板 然後再來是 X4我覺得是一個比較特別 也是才89嘛 它竟然也用上 一億像素的主鏡頭 你說我覺得 拍照部分也挺OK啦 然後現在 超級夜景都是標準 然後你又有超黃角 你看這兩隻加起來多少錢 加起來不到一萬六 還不到一支總介手機的錢 真的要說 你如果拿完重度遊戲 你要玩原神 我是覺得你不要想太多啦 我這支是90Hz的更新率 你的120 120老實說你在遊戲中 真的要說遊戲開120的不多啦 但是我會覺得 包括你一般滑臉書啊 你滑網頁 它的順暢感都蠻有的 Poco以Poco來說 他們就是強調說 它是一個可以玩電競手的手機 這一款比較算中間一點啦 它在上面還有Poco電競的F系列 它的話我會覺得 比較是入門 基本的 基本手也OK 但是這個我覺得比較實用派啦 但是電力強 然後甚至它現在也有快充 然後價格又便宜 我覺得很OK啊 然後拍照也行 我們講這麼多 先進我們有去拍照跟錄影的 實拍部分 實拍好不好 拍照也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仔细看如果你放大的话杂讯还是比那旗舰机多啦 但是你不放大还可以喔 我觉得很OK 不过真的这样比的话M4的主镜头还是差了一些 再来我比较明显的是它的广角 它主镜头的广角的广度比较窄一点 拍起来我会觉得会比较不是那么爽快啦 挺可以的 而且我还是要说它还是有超广角啊 人像也拍得不错 夜拍也行啊 我个人是觉得还行啦 还是要说如果预算够的话 但是你还是要挑我觉得这两千块的价差 换4 Pro我觉得可以啦 好啦那这样啦 这两支你会怎么觉得 你觉得适合怎样的人 我觉得预算有限的 然后你觉得还可以堪用的 那我觉得我这支一定OK 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是没有错 而且认真说你到挑Poco手机的话 你可能预算是会是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因素 我预算有限欸 我想要买苹果 买一台XBOX Pro 剩下钱再去买一台iPad 16 诶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玩游戏 Mini 6又那么强 可以啊 那你为什么不说买小米平板5 8它是10寸啊 10寸也是 看你搭配的问题 10寸要放家里 对啦 但我们今天还是绕回手机啦 但如果你想要性能好一些 拍都还不错 你刚刚说的打游戏啊 比我这支好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你那支了吧 而且它都有3.5的几孔欸 超强 你在上面 在上面 有没有 重点是它拿起来很轻 因为是塑胶的被盖 我觉得很轻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你知道Tim嫂的手机有点重 他每次拿一拿 我很想要看到 哪一天他拿手机的时候 躺在床上 然后被手机砸到的感觉 被砸到的感觉 今天很嗆是吧 你是很想要婚姻结束是不是 我觉得是不错的手机 可以推 Entrepreneur じゃあ尽散 你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